借手的富老乡亲们 大家好 我想叶时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定非常关心借手 为什么叫借手 没错 这个借手 南宋的抗金名将刘琪呢 当年是大败金屋书 于是呢 化沟为借 用当地话来讲 这个地方名叫借狗 这个地方慢慢形成了个大吉 于是人们就管这个地方叫借沟吉 西与河南省交际 而安徽省界自此始 所以吉名借手 他说了半天了 我也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半天一句话没说呢 谁让你说话了 咱俩是搭档 一句话不让说是吧 不是你自己干吧 不是你自己干吧 什么脾气这是 不让说话就不干活了 给我回来 哎呀 你可以不让我说话 你管得了我 你还管得了观众喜欢看谁吗 你看我俩站一块 是不是比刚才我跟那傻的个儿 站一块好看 这美女手里拿什么呀这是 拿的什么 想知道吗 想知道 想知道 从现在开始别说话 听我说 他这找回来了啊 前边你看你小嘴巴巴巴巴 话都让你说了 自己口吐莲花 显着你有本事 显着你口才好 有学问呢 是不是 不就说话吗 谁不会说呀 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这姑娘 手里边拿的这件宝贝 价格不菲呀 想知道是什么宝贝吗 想知道 好